中文字幕 李宗盛 没想到只有这种程度 真是天助我眼 那是 五色雷云 这还差不多 不枉我从凡人 一路苦修成为仙妾第一人 来吧 这是哪儿 为什么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体内修为竟一丝不剩 而且为何周围的灵气如此稀薄 不过还好功法都在脑中 也罢 此生大不了 重头再来 有人 不是吧 他想在这里方便 美女 这样是不是有伤风化呀 秦燃 啊 流氓 喂 等一下 刚才那是秦燃 也就是说 我回到了过去 而且是我刚找到工作的实习期 还刚好看到了顶头上赛 见不得人那一面 你死的老天 你是故意的吧 我说着玩呢 喂 初一 你跑哪儿去了 新同事的欢迎会马上开始了 现在 列克 马上 给我滚到凯盛酒店来 好在太极训法 可以自动吸收周围灵气 我现在已经能感受到一些灵力了 抱歉 我来晚了 初老师 过来这边坐呀 谭语 我记得他好像对我一直挺有好感的 只可惜 不对不对 千年都过去了 我在瞎想什么 好久不见了 诶 好久 咱们不是昨天还在学校见过吗 我说初一 今天好歹也是正式宴会 你怎么穿得这么随便 周姐 初一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别要求那么高嘛 小雨 你年轻貌美 又有千万家产在身 一般人根本配不上你 可别被一些癞蛤蟆给缠上了 朱姐 你别这样说初一 朱老师 你放心吧 我初一不是那种吃软饭的人 更不会利用谭小姐 穷小子还在这给我甩脸子 以后有你好果子吃 我现在的实力 按照当下世俗界的划分 应该是高级武图 仅仅是在丹田运转太极心法 就能提升到这个地步 看来重回巅峰只是时间问题了 各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陈俊宇老师 大家欢迎 陈老师今年博士毕业 这家四星级的楷胜酒店 也是他家的产业 哇 厉害啊 不愧是青年才俊 各位好 我是陈俊宇 看到了吧 这才是真男神 而不是处于那种 寒酸的书呆子 陈老师今年博士毕业 这家四星级的楷胜酒店 也是他家的产业 哇 厉害啊 不愧是青年才俊 各位好 我是陈俊宇 我听说过他 不仅是海归博士了 家里有钱 而且人还长得帅 看到了吧 这才是真男神 而不是处于那种 寒酸的书呆子 陈老师 来我这桌吧 走开了 陈老师必须坐在我旁边 陈俊宇 当年把我逼上绝路的 就是他 为了追求谭语 用各种卑鄙手当 攻击构想 逼我不得不辞世 离开这里 你就是处于吧 听说你也刚来不久 还在实习新呢吧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来凯胜酒店消费 一履八折 虽然我觉得你可能来不起就是了 这就开始了吗 可惜 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 我听说 这凯胜酒店原本是要给你的 最后却成了你哥哥名下的资产 土业 怎么跟陈老师说话呢 看来小楚老师对我们上流社会还挺关注的 不过像你这样的 也只有关注的名义 就是人家陈老师是为理想献身 你懂个屁 还有把这个座位让给陈老师 你给我坐那边去 凭什么 就凭我是组长 而你只是个实习的 楚义 得罪了这董胖子 恐怕楚义这次很难通过实习期考核了 既然组长发话了 陈老师 您请啊 废物一个 你也就只能在嘴上 找点自尊呢 陈老师 怎么回事 服务员 你们这什么破酒店 椅子都是坏的 二少爷 这批椅子从您的厂子里定的货 哎呀呀 陈老师还真是大义灭亲 生气气来连自家都骂 佩服佩服 一定是你搞得贵 关我什么事 你还是赶紧去换换衣服吧 吃饱了 咱们接下来去哪儿 找个地方放松一下 好啊 我赞成 那就去白金汉开提围吧 我请客 让陈老师破费了 真是不好意思 陈老师 您真是年少多金 一定已经有女朋友了吧 我还是单身呢 初级如果有合适的 可以给我介绍一下 只要有钱 女人我要多少有多少 还用得着找女朋友 这个包间里的人 今天一个也不准走 七位大哥 发生什么事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 这不知死活的东西 刚才在外面调戏了 我们老大的女人 我 我只是不小心碰了她一下而已 您看我这位朋友 也是无意的 给我陈俊宇一个面子 这事就算了吧 哪来的小屁孩 也配提面子 滚 给我带走 生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 陈老师 我们现在怎么办 黑死 来这里是我提议的 如果不管董胖子 岂不是显得我无能 大家别急 咱们一起去看看 今天我一定把董组长救出来 老大 人带到了 红哥 就是这个猥琐胖子 刚才偷偷摸我屁股 哦 胆子不小啊 老大 人带到了 红哥 就是这个猥琐胖子 刚才偷偷摸我屁股 哦 胆子不小啊 您 您 您是红哥 江城市里偷天的 凡红老大 在我的厂子里碰我的女人 你知道是什么下场吗 黄老大 我是陈氏集团的陈俊宇 这次能不能请您高抬跪手 小子 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老老实实给我滚到一边去 凡红就是那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家伙吧 死胖子 刚才摸我的时候不是挺牛的吗 现在怎么不装了 我错了 红老大 我知错了 求您饶了我吧 行啊 让我打断你两只手 今天这事就算了了 您 你们这是犯罪 刚才没注意 原来还有这么几个水灵的妹子呀 阿龙 去把这几位美女请来 如果让我高兴的话 今天我就不为难你们了 是 是如今 只要委屈一下他们几个 才能脱身了 红哥发话了 还不乖乖跟我过来 不要 放开我 放开 红老大 欺负小姑娘 可不是大丈夫之举呀 除了这个白痴 英雄救美也不看看场合 可得罪翻红 这下我们都要被他害死了 小子 你是什么东西 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是江城学院的老师 你也是从江城学院出来的 看在老校长的份上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哦 你们是过老的人 那我倒是应该给他老人家几分薄面 其他人可以走了 不过你小子打了我的人 可没那么容易离开 安宇 你们先走 这里的事就交给我吧 好啊 已经很多年没见过 敢跟我反红叫板的人了 今天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走出我这龙潭虎穴 龙潭虎穴 就凭你们这些阿猫阿狗 也配撑龙倒虎 臭小子 死到零头还不忘在美女面前成英雄 一会儿你就知道红老大的厉害 楚衣你千万小心啊 我出去了一定会想办法救你 我看你挺能打的嘛 正好今晚陪我的兄弟们玩玩 大哥 就让我阿狐先去会会他 走 像你这种自告奋勇的杂鱼星喽落 在小说里一般都活不过两行 你说什么 找死是吗 太慢了 虎哥 大家一起上 砍到这小子 你先我一刀 真是不知死活 还有想来试试的吗 这 这怎么可能 难道这小子 跟我认识的那位老者一样 都是修行了什么不传之秘的高人 如果是这样 那可得罪不起呀 红先生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可以可以 是我油焰不识泰山 敢问小兄弟怎么称火 蠢翼 这 这是内力 他果然也是隐世高人 老大 敢问小兄弟怎么称火 蠢翼 这 这是内力 他果然也是隐世高人 老大 要不要我安排兄弟们带上枪 一起搞了这小子 搞个不够 你想让老子死吗 你们给我记住 以后见到楚先生 要比见到我更尊重 谁得罪了他 我就让谁吃不了兜着走 是 不知道楚衣他怎么样了 咱们已经报警了 再着急也没用 还是等警察来处理吧 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啊 怎么不回去 楚衣 你竟然没事 放心吧 我最擅长以德夫人 红老大被我的热气言辞感动 就放我出来了 得了吧 他肯定是看了郭老小嫂的面子 我听说他老人家在江城的威望无人能比 嘿嘿嘿 这都被你发现了 之前依靠脑中的太极心法成功进入了五途境 必须抓紧时间更进一步 不过小区附近的灵气过于稀薄 得找一个更充沛的地方修炼 东北方向似乎隐隐有灵气波动传来 哇 细穴 哦 想不到这里居然也有为主的灵脉 我且过去看看 灵气的来源就在前方 原来是一棵千年绒术 这么久了依然生机不衰 应该是吸收了大量天地精华 今日借你灵气突破 日后我处义定当报答 事不宜时 在此离运转太极心法 定能有所收获 这这 这股气劲 感觉万物都随之震动 定是有高人出没 早就听说江城有一批隐士高人 他们个个身怀绝技 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哦 终于突破五十了 现在的我已经可以提气过江 凌空虚度了 大师在上 请受在下一拜 在下郭成怀 多年来研习太极功夫 却一直不能精进 请您收我为徒 收徒 您老一定是认错人了吧 我一个小年轻 怎么能收您为徒 大师不必隐瞒了 刚刚在下亲眼目睹了 大师运功修炼 绝不会认错 这下坏了 刚刚练功太过投入 居然忘了避开旁人 先生 迟迟不肯答应 是觉得我资质太差 无法入门吗 郭老 不是资质的问题 您也是有头有脸之人 贸然败我为师 怕是会被人耻笑啊 大师这是在考验我吗 郭某后半生愿为大师安前马后 还请大师成全 是 也罢 我就先收你为记名弟子 若你能在有生之年突破先天 我再正式传你宗门之密 是 师父在上 请收弟子一拜 郭老 快请起 不必行此大礼 这是 灵气外放 师父果然是高人 师父 弟子还不知道您的名讳 我兴处名义 不过你我之间不必客套 你喊我小说 我撑你一声郭老 那可不行 我郭某最为尊实重道 祖宗留下的规矩不可破 我郭某最为尊实重道 祖宗留下的规矩不可破 那就私下里喊 有外人在场就算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原来如此 师父大隐隐于世 必然行事低调 不愿被人打扰 弟子明白了 我管你年事已高 虽心血不足 但胸中却有一股浩然正气 我这里有一道养心炼气的心法 正好适合你 太好了 不知心法现在在何处 徒儿立刻随师父去取 就在这里 这 这是 竟然是神魂传授 师父您真是神乎奇迹 惊为天人哪 好了 既然已经传授完毕 那我也该走了 郭老回去好好修行吧 师父 我家就在附近不远 不如去吃个便饭 这 您收我为徒 连北拜师茶都不喝 徒儿心里过意不去呀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师父 快请 家里只有我和老伴 两个孩子平时忙工作 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 我记得郭老的女儿 是江城唯一一家五星期酒店董事长 儿子则是江城督察局的一把手 都是人中龙凤 老伴 快开门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年轻人 你是哪一届的学生 我怎么没见过你 快别胡说 什么学生 这是我刚拜的师父 那个您不用在意 我略懂一些太极 郭老便私下拜我为师 不过我们各论各的 您叫我小楚就行 这样啊 不好意思啊小楚 给你添麻烦了 我姓杨 你就喊我一声杨阿姨吧 这老头子竟然对太极痴迷到这种程度 真是越老越像孩子了 师父稍等片刻 早饭马上就好 对对 快进来坐 你们两个先聊 我去把饭端来 嗯 杨阿姨 您的左脚腕受过伤吧 是 是受过 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脚腕有伤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年就急 刚刚又不小心崴了一下 不用管他 杨阿姨 这毛病可不小 如果放人不管 再过几年 恐怕就会变成行动不变了 可我之前做了不少检查 医生说这是过度劳损 只能保养 没法医治啊 行动不变 这你怎么不早说 告诉你也没用 还不是只会瞎嚷嚷 我的伤我自己心里有数 不说这个了 你们聊吧 我去把饭端来 师父 您竟然看得出来 一定有办法医治对不对 小楚 你别听老郭胡说八道 这病跟了我多少年了 你不用放在心上 杨阿姨 不如让我看看 万一治好了呢 好 那就劳烦小楚 帮我看一下吧 不过 你也不用有心理负担 我早就习惯了 您做好就行 只要将真气注入关节 就能修复受损的经脉 打通淤色 不 不可能 小楚只是按压了一会儿而已 为什么我的脚就不疼了 小楚 你这是什么手法 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 不 不可能 小楚只是按压了一会儿而已 为什么我的脚就不疼了 小楚 你这是什么手法 我活了几十年从来没见过 太极里的招式而已 我把它稍作改进 用来治点小病 郭老 按照我刚才的手法 连续一周给杨阿姨按摩这个部位 很快就能痊愈了 是 师傅 看看 我师傅本事大不大 你还敢不敢小瞧人家 又不是你治好的 你想白个什么劲儿 小楚啊 你是医学世家出身吗 现在在哪个医院工作 我只是江城学院的一个实习老师而已 唉 老郭啊 你们江城学院有这么厉害的人 你居然不知道 我都退休好几年了 我上哪知道去 我吃饱了 谢谢杨阿姨款贷 哈哈哈 小楚 你千万别客气 师傅在上 徒儿敬您一杯拜师茶 了表心意 唉 我回来了 在门外就听到什么拜师敬茶 是爷爷要收徒弟了吗 楚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完了 被自己的学生看到了 爷爷 快起来 你拜他干什么 臭丫头 你懂什么 还不快给我师傅道歉 啊 丑业 你到底是怎么糊弄我爷爷的 呵呵 郭飞飞同学 我可没有糊弄你爷爷 我们只是在交流太极 哼 丑业 最好只是聊太极 要是敢骗我爷爷奶奶 我第一个报警 爷爷 我还有事 先走了 飞飞 飞飞 你出门时候小心点 我看你印旁发黑 今天恐怕要走梅月 你才走梅月 你全家都走梅月 你看啊 我说什么来着 莫非我这师傅还会看相算命 太厉害了 江城学院 距离上一次来这里已经有几百年了吧 再回来的感觉还真是奇妙啊 小楚快过来 给你介绍一下新到任的秦燃秦院长 秦院长人美能力强 以后就是咱们学院的一把手了 你想转账 可得在他面前好好证明自己 这个嘛 是那天偷窥我的流氓 呃 院长你好 初次见面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要是个路人倒还好对付 但秦燃偏偏是我表姐楚云的闺蜜 不好办呢 原来你就是楚衣 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 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家伙赶出学校去 哼 雕虫小技 一个假期没见 各位同学这么想念我啊 连水都准备好了 楚老师 你怎么还在啊 上学期被我们整的那么惨 都能忍 要不要我老爸给你介绍个新工作 姓楚的 我觉得以你的能力 不足以管理我们 所以希望你能自权离开 咱们相处的那么愉快 我怎么舍得大家呢 这些笑话 虽然现在一个比一个臭屁 但当年我落难之后 没少来救急我 楚衣 通知你一声 从今天起由陈俊宇老师 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 什么 楚衣 通知你一声 从今天起由陈俊宇老师 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 什么 董组长 这件事经过院长批准了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实习的 这种事根本不用院长过问 老老实实服从安排就行 臭小子 上次害我当众出丑 这次我就让你在学院混不下去 而且我刚才好像听到 你的学生好像都要赶你走啊 好了 都安静点 准备上课 我 我在跟你说话 你听到了吗 抱歉 我不和臀部长在脸上的人说话 看我 你的意思是 我说话像放屁 如此可教育 楚老师今天怎么变得这么犀利 真是笑死我了 楚衣 你想造反吗 我说你们也别争了 既然都想当我们的班主任 那就比一比 谁赢了谁就留下 可以啊 而且我们不妨加点赌注 如果谁输了的话 就把这杯水喝了 光喝水都没意思呀 不如把粉笔也一起吃了 如何 怎么感觉楚老师变得这么腹黑呢 楚衣 你小子脑子没病吧 怎么 你怕了 怕 笑话 等下你喝这杯水的时候 希望也能这么淡定 既然陈老师同意了 忽兰 你就出题吧 好 我的题目是 默写一经前一千字 而且一个字都不能错 前后两块黑板正好一人一块 一经 谁没事去背那种东西啊 不一定啊 陈俊宇可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哦 哼 我可是博士毕业 别说前一千字 就是写一经全文 你难不倒我 楚衣 这下你输定了 一经对于每个太极宗门人都是必修之作 没说背诵 就算随便说出一个词 都知道原文在哪 既然要打脸 那不妨打得狠一点 哼 楚老师第一个字就错了 唉 亏他刚才还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真是丢人 看来这字是真的要走喽 不 他没错 他是从第一千个字开始倒着写的 什么 恐怕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一经本就是修仙大陆 太极宗流传到这个世界的东西 我写完了 厉害呀 楚老师真帅 怎么感觉他跟上个学期比起来 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哈哈哈哈 我说你怎么可能比我快 原来都是乱写的呀 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正确 看来这种考验对你来说 还是太难了呀 楚毅 陈老师你错了 这场比试是你输了 胡同学 你是不是搞错了 楚毅写的驴唇不对马嘴 怎么能赢我 您再仔细看看黑板上的字 这 这是 这人是斗着写的一经 我 我不信 你肯定耍了什么花招 陈老师 既不如人不可使 但明明输了还嘴硬 就丢人了 这杯水你还是干了吧 这 我还以为楚老师是个老好人呢 你懂什么 这叫扮猪吃老虎 我 我不喝 怎么了 陈老师 难道你刚才说的话 真的是放屁不扯 怎么了 陈老师 难道你刚才说的话 真的是放屁不扯 楚毅 你别太嚣张了 一定是你串通了学生 故意联合起来整我 故意整你 你配吗 说话不算数 真不是男人 就这 还想来当我们的老师 小楚啊 大家都是同事 陈老师刚才也是开玩笑的 别这么较真吗 董组长 你是想替陈俊宇喝吗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哼 不就是一杯水吗 主意 我不会放过你的 主意 咱们以后 走着就 陈老师 等等我 好啊 想针对我 随时欢迎 干得漂亮 这个陈俊宇 真是跑来自讨苦吃 嗯 好噁心啊 想想我都要吐了 好了 下课 陈老师 怨你过去一趟 哦 陈老师 员长请你过去一趟 嗯 儒义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 就凭这件事的恶劣程度 我就能随时开除你 哦 秦院长指的是 上次我不小心看到你方便的是吗 嗯 故意气我是吧 我说的是你怂恿学生 针对陈俊宇的事 原来是这件事 陈俊宇刚才声泪俱下的来找我告状 看你还怎么狡辩 我如果说是陈俊宇先找茬 想职场霸凌我 你信吗 我信你个鬼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哪有霸凌者被整得那么惨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能作证 包括董组长 说到董组长 我正好要提醒你 你想从实习身份转正 需要进行考核评分 我对你的评价占两成 你的组长董国豪 对你的评价占三成 剩下五成 由你们班级下一次全体测试的成绩而定 如果最后的综合评定结果低于五十分 你就要卷铺盖总人 明白了吗 怎么和我记忆中不一样 以前只要看考试成绩就够了 难道是因为这次我得罪了秦燃 导致世界线发生了改变 要是你能顺利转正 陈俊宇的事我就不追究了 不过 要是没通过考核 到时候就别怪我新账旧账一起算 放心吧 我一定能做到 从我回到这个时代 都还没跟家人联系过 我妹妹患有先天腿部肌肉萎缩 经常疼痛难忍 前世寻遍命意 也没有治愈的方法 这次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 一定要帮他解除病痛 喂 哥 怎么现在才打电话过来 爸这几天还在念叨说想你呢 我这边最近确实比较忙 你的腿怎么样 还疼吗 还是老样子 放心吧 这次 鬼一定想办法给你治好 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带回来一个嫂子啊 臭丫头 你都敢调侃你哥了 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好 我等着 想彻底根治妹妹的病 还要再提升一些修为才行 这次 我一定要弥补过去的所有遗憾 想彻底根治妹妹的病 还要再提升一些修为才行 这次 我一定要弥补过去的所有遗憾 请进 我说兄弟 你大周末都不出去射疆 憋在房间里干嘛呢 小凡 是你啊 咱俩合作了这么久 今天搁带你长长见识 一定要去吗 当然 我今晚约了几个朋友在酒吧见面 都是大人物 咱们一起去见见 说不定以后帮得上你 李哥 这是我朋友楚义 今天带他来跟您认识一下 嗯 坐吧 这群人衣着光鲜 应该都是一群富二代吧 我说蒋凡 这人一副穷酸养 我家的狗穿的都比他好 下次就别带这种人来了 五姐您见谅 我也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新朋友 说不定将来能互相帮助啊 帮助 在座的哪一个不是身价千万 这种穷鬼帮我提鞋都不配 五姐教训的是 下次我一定注意 别走啊 小妹妹 小妹妹 这么年轻就出来工作啊 不如今晚就陪陪哥哥 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 怎么样 老板对不起 我只是普通的服务员而已 不好意思啊 那不是我们班的亡灵吗 别不识抬举 只要你今天把前老板伺候好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 对不起老板 我还有事 能不能先走啊 想走 门都没有 过来给前老板跳个舞 请你们自重 不然我就报警了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十罚酒 你要干什么 主意 这年头还有愣头青玩英雄救美的戏吗 也不撒泡尿照扰自己的样子 废话真多 你找死 给我上 小子 今天算你倒霉 得罪了前老板 就是跟我们龙兴帮过不去 龙兴帮 是洪老大的帮派 初一 这些人我们得罪不起的 乖乖待在我身后 等我收拾完他们 再跟你算账 初一到底想干什么呀 厉哥 我这兄弟刚出社会不懂规矩 您看能不能帮忙说说情 捞他一把 说情 他惹的可是洪老大的人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我说你呀 还是赶紧去给他买棺材吧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哈哈哈哈 嗯 初一 你疯了吗 快道歉呀 前老板 我这兄弟姓子太直 不懂事 您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为难他了 这一顿算我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我说话 你 你要干什么 看来你很喜欢山巴掌啊 既然这么喜欢动手 那就让你动个够 我去 这小子不要命了 我劝你立刻放手 不然的话 哦 不然怎样 啊 啊 啊 好疼啊 啊 前老板 这个光头让我很不爽 让他给我们道歉 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 否则 我怕你十根手指 不够用啊 道歉 对 道歉 道歉 你们在干什么 王林 让你朋友松手 不然这个月公子扣光 哪来的苍蝇 滚掉去 哎哟 我刚做的鼻子啊 怎么样 考虑清楚了吗 是道歉 还是跟我作对道歉 赵老板 你赶紧给他道歉 小子 上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 坟头草已经两米了 前老板 就在时委屈你了 兄弟们给我上 我死里打 完了完了 小子 这是你最找的 去死吧你 真是神人啊 这是练家子吧 住手 狼哥 你们怎么来了 这就是洪老大手下得力干将 阿狼 这下 这小子真完蛋了 楚大师好 楚大师好 什么情况 啊 狼哥在给楚一行礼 原来是你啊 你今天来这儿是替他出头吗 不不不 我们哪敢啊 这个人 是我们帮派的临时工 听说他冲撞你 我就赶紧来了 狼哥 我 你个不长眼的东西 连楚大师都敢得罪 还不赶紧给他道歉 是是是 楚大师 对不起 是我有眼无珠 求您原谅我 求您原谅我 都是我嘴见 都是我嘴见 你该道歉的人 是他 小姐对不起 求您给个机会 让我给您当牛做马 弥补错误吧 不 不用了 天哪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楚大师 这位小姐已经原谅小赵了 您看 既然王灵不追究 就姑且放你吧 若再有下次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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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楚大师 我们对手下约束不力 洪老大十分过意不去 他特意命我 邀您明晚一句 可以 转告你们老大 我明天下班后自会过去 恭送楚大师 太牛了 连狼哥都对他毕恭毕敬 这到底是什么人哪 王灵 你大晚上怎么会出现在夜店 其实我也不想去的 可是我爸公司濒临破产 我想自己赚点生活费 酒吧给的报酬很高 所以才 原来如此 不过在那种地方打工 太危险 以后还是别去了 嗯 我知道了 对了 楚衣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不仅能倒背一惊 还能拳打流氓 让那些家伙低头认错 其实我是隐藏在人间的龙王 属今三年之期已到 那些坏蛋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所以都怕我 不想说就不说嘛 等我说三岁小孩嘛 哎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嗯 快走吧 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可不许去这些地方了 知道了 楚衣 怎么了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偶像了 嗯 嗯 还是应该叫仰慕的对象 偶像也不对 亡灵的气愿怎么会如此漆黑 亡灵的气愿怎么会如此漆黑 喂 你一直盯着我干嘛 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倒霉的事 别提了 就说今天吧 早上把脱毛糕当成牙膏 出门又差点出车祸 不应该啊 看你的面相 这辈子应该是平平安安才对 你还会看相算命呢 黑色西云还在加深 一个不好就有性命危险 你倒霉的情况 是不是从你爸爸公司出状况后开始的 嗯 好像还真是 这块玉是我从庙里求来的 现在送给你 你一定要贴身佩戴 也许能让你消灾夺难 谢谢啦 你也早点回去吧 我的灵气暂且能庇护他一阵 不过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被人坏了家中的风水 有机会的话就帮他解决一下吧 厨艺 厨艺 厨艺在哪儿 放我们进去 厨艺 大门口怎么乱哄哄的 厨艺 你可来了 有人找你 找我 就是这些家伙 可我不认识这群沙马特呀 他们号称江城六恶 你是不是得罪过他们 江城六恶 真老土 不过这称号跟他们的发型挺配 强哥 他们在讽刺我们 听到了 我又不聋 楚艺是吧 你昨晚在酒吧打了我兄弟 这笔账要怎么算 哼 大概率又是陈俊宇搞得鬼 哼哼 我们这么多人 这家伙肯定会吓得屁滚尿流 当场否认 没错 就是我打的 你兄弟对女孩动手动脚 难道要我袖手旁观吗 诶 怎么跟陈少给我说的剧本不一样 打得好 谁让你们欺负女生 我该 你 你血口喷人 那你说说 我为什么打你们 不跟你废话 打开横幅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没什么 我们只是看不下去 你一天到晚 道貌岸然的样子 这就是证据 大家看 我这里还有照片 不是吧 这是真的 楚艺居然靠这个 楚艺 原来楚艺是真的 我把你的名声搞臭 看你还怎么跟陈少作对 秦院长 楚艺的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小子真会给我找麻烦 我建议直接开除 你先坐下 等这件事调查清楚 我会采取措施 看不出 看不出来 楚艺居然是这种人 不 我相信他一定是清白的 人不可貌相 你别被外表蒙骗了 是啊是啊 我一看 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陈少 你手里的杯子 好像是那天喝粉笔的哦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臭女人 十早有一天 我会让你跪在地上求我 瞧一瞧看一看啦 惊天大瓜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社会败类 我的亡灵大美女啊 唉 真是朽木不可雕 你 你想干什么 太没文化了 洗个横幅也有错鼻子 回去把这句话抄一百遍 楚艺 你不要逼中就轻 只要把楚艺赶走 陈少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到时候 我成为陈家少奶奶 就指日可待了 只要把楚艺赶走 陈少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 到时候 我成为陈家少奶奶 就指日可待了 钟老师 你年纪这么大了 还是有点自知之明吧 无论如何 陈俊宇也看不上你的 你 你 楚艺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后悔的 你们听说了吗 楚艺昨晚在夜店被拍到了 小玲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闲着无聊 去夜店玩 没想到被他逮到 把我训一顿就送回来了 真的 你没被他占便宜吧 既然大家这么感兴趣 不如就这件事写篇一万字以上的议论文 明天上交 楚艺 你自己看 这么多人的抗议书 全部是要求开除你的 你说怎么办 这是我明天就会解决 放心 如果不能平息舆论 你就等着滚蛋吧 先生您好 请问您找谁 樊红 很抱歉 樊总交代过 他在等一位重要的客人 今天恕不接待其他来宾 楚大师 抱歉让您久等了 老大他就在楼上 请随我来 难道樊总等的就是他 还是郎哥亲自下来迎接 好厉害啊 龟客到来 有失远迎 还请楚兄弟多多包涵 客气了 樊红 这就是你找来和我比武的人 毛头小子 怕是连我一击都撑不住吧 此人身上有内劲缭绕 看起来是刚进入武途径 红老大 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我和信德集团同时看上了一块地皮 双方都不肯退让 所以决定用比试来决定地皮的归属 可我听说他们找来了隐士高手 所以 你为了确保胜利 想先搞一个内部比试 然后胜者代表你凡士集团迎战 对吗 楚兄弟果然机智过人 此地关系到凡士集团和兴隆帮的未来发展 所以我也不得不出此下策 还望楚兄弟海寒呢 啊 忘了介绍 这位是伟父先生 是我的旧时也是百里挑一的高手 哼 一个小年轻能有什么本事 楚兄弟 卫老 今天你们无论输赢 我都会支付二位每人一百万辛苦费 如今我身处人间 钱这东西少不了 况且以后还有用得上反红的地方 不如顺水推冲送他个人情 区区一百万也想让我出手 为老别误会 这只是今日的辛苦费 若是参加与信德的比斗 我会再额外支付五百万 这还差不多 听说信德请来的人 一掌就将一张石桌打得粉碎 对 连阿郎都不是他的对手 那是内戒 看来此人功力颇深 已经到了能将起石制化的程度 姓楚的小子 你懂什么叫内戒吗 如果连这都不知道 咱们也没有切磋的必要了 略懂一点而已 内戒乃是人体打步极限产生的力量 修行之人常会催动经脉 催炼躯体 一来二去便会产生内戒 这么厉害 不过内戒只是堪堪入门的小道罢了 那个能一掌碎裂捉移的人 境界恐怕也不是很高 你口气倒不小 老夫花费数十年才催生内戒 竟被你说成小道 有些人 揪其一生 不过也只是坐井观天而已 狂妄 今天就让老夫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有些人 揪其一生 不过也只是坐井观天而已 狂妄 今天就让老夫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好强劲的气势 卫先生果然是狗人 你这种手段也就能骗骗外行人 你还是回家多练几年再出来卖弄吧 楚兄弟 慎言 慎言哪 混蛋 今天若是不把你打服 就白王老夫活这么多年 大力金刚掌 卫先生 您没事吧 无妨 老夫是先让他一招 接下来 我可要认真起来了 此乃我传家法系 不知这次你是否能扛中 这是什么东西 仅仅是看着便觉得通体寒冷 哦 这件下等法器的残片 倒是真货 下等 你若能挡住我这一击 我便把法器双手放上 解招吧 楚兄弟 小珍哪 雕虫小妻 怎么 怎么可能 居然只用杯中之水 便化解我祖传法器的全力一击 你 你难道是 您也飞花均可伤人的武师井 是在下输了 这就是楚达士真正的实力吗 太厉害了 刚才多有冒犯 这件法器就当是给您赔罪 还请小娜 哦 这不是你祖传的吗 在下修为浅薄 这东西在您手上 想必能发挥更大作用 虽然只是下等法器的碎片 但或许也能对我日后的修炼有所注意 先收着吧 楚大师如果没别的事 在下就先告辞了 慢走 赤诈古武器的魏师傅 居然就这么认输了 看来楚兄弟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我 红老大 刚才我把水泼出去了 现在茶杯是空的 麻烦你再帮我倒点水 是是是 快 拿我最好的茶叶来 楚兄弟请 红老大亲自倒茶 真是给阻了我面子呀 楚兄弟就不要取笑我了 之前在您面前闹出许多笑话 我这老脸都没地方割了 对了 关于比武的事 我接了 不过时间要安排在下周 可以可以 让那帮孙子再多等一个星期便是 另外 我需要你帮我找一个人 要照谁您尽管说 我就是绝地三尺 也给他挖出来 我母亲 啊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就失踪了 你发动手下帮我去查 只要一有线索就立刻通知我 原来如此 楚兄尽管放心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 我樊红别的不说 人脉还是有一些的 华城首富的楚大爷我也认识 华城首富 你说的可是楚怀阁 正是他老人家 莫非您和他也认识 不是很熟 他是我爷爷而已 什么 您居然是楚家的嫡孙 那您为何会在江城学院省班 不是很熟 他是我爷爷而已 什么 您居然是楚家的嫡孙 那您为何会在江城学院省班 当年因为楚家不同意我父母的婚事 我母亲选择了自立门户 没想到楚家却是不依不饶 多番派人上门骚扰 不久之后我母亲就消失不见了 实在是太过分了 楚家居然做出这等不义之事 我这就被撤去华城 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有多大的胆子 敢拆散楚兄弟的家庭 那倒也不必 对了你听说过江城六个吗 这么土的名号没听说过呀 那个我知道 他是我们辖区里的混混 难道他们得罪了您 他们收了不该说的钱 想要回我名誉 小赵 这件事交给你 给楚兄弟出气 您放心 我保证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 楚兄弟还有其他吩咐吗 这凡红身上居然笼罩着一层紫器 恭喜啊 红老大 啊 我何喜之勇啊 不关你周身紫器东来 近期必有喜事英门 真的吗 这都要借您急言了 我提醒一句 日后要多多行善积德 才能保你全家平安 是 凡红谨记在心 楚义 真的是你 好久不见啊 老同学 你就是楚义吧 小伙子还挺帅 我是磊子的姐姐 吴清 清姐好 我叫楚义 叫我小楚就行 你看人家小楚都会来事儿 再看看你 刚进大公司就得罪了上司 清姐 磊子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还不是她太鲁莽 看不惯上次对女员工动手动脚 居然当场把领导骂了一通 我说你啊 就算要逞英雄也得分时候好吗 现在只能希望孙经理能卖你姐夫一个面子 让你继续留在凡氏集团 烦死了 一天天竟处理你家这些破事 吴雷 你能不能别给我找麻烦 姐夫 我觉得我没做错 闭嘴 还敢顶撞我 要不是我 你们家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雷三 关于这件事 我可以帮你 哪来的臭小子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吴雷得罪的是范氏的领导 我堂堂华盛集团的财务总监 亲自出马都不一定能说何 你以为自己是谁 老公你消消气 小楚也是好心 哼 这不是华盛集团的小林吗 孙经理 您来了 我帮你拿包 可别 我哪敢劳烦您呢 你小舅子吴雷都敢大厅广州下呵斥我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我上司呢 说我骚扰女员工 那是我对下属的考验 她懂个屁 还不赶紧向孙经理认错 孙经理对不起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能把职场骚扰说成是考验员工 你还真是把无耻二字演绎的淋漓尽致 你是谁 蕾子 把头抬起来 这种垃圾 不需要向她道歉 混蛋 我看你也不想干了吧 就是 你什么身份 敢跟孙经理这么说话 孙经理 小楚他不懂事 您别生气 姐 楚衣说得对 不要跟这种人道歉 这工作我不要了 混账 还不快把嘴闭上 姐 楚衣说得对 不要跟这种人道歉 这工作我不要了 混账 还不快把嘴闭上 孙经理 今天的事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们华盛 以后还要跟您合作呢 合作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 吵什么吵 这里是公司 不是菜市场 赵副总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一个被开除的员工 在这闹事而已 我正准备让保安把他们轰出去呢 哦 谁这么大胆 敢在凡事集团的地盘上闹事 是我 赵总有什么意见吗 哼 不知死活的小子 马上你会后悔这么嚣张了 原来是楚大师啊 您还在这里呢 要不然我开车送送您 啊 什 什么情况 赵总居然对这个年轻人毕恭毕敬 我刚下楼就撞上这一出好戏 这位孙经理好大的官位 不光骚扰女员工 还想开除我的朋友 姓孙的 你这个混账 敢对楚大师不敬 你怕是婚异了吧 赵总冤枉啊 我不知道她是您的贵客 少废话 还不给楚大师赔礼 楚大师 对不起 我刚才多有冒犯 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赵副总 这种败类还有资格留在你们这里吗 孙经理 马上去财务结算工资 明天开始 不想再看到你 这 赵副总 求您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马上给我滚 楚大师 实在对不起 耽误您时间了 没事 你处理得很好 雷三 这是我的电话 有空长连线啊 我说楚夜 为什么赵副总这么怕你啊 你俩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 我只不过跟他的老大樊红是朋友而已 樊红 红老大 没想到楚兄弟所言居然是真的 今天饭菜这么丰盛 是有客人要来吗 不 是咱家有件天大的好事 你就别卖关子了 医生说我已经还原一个多月 你们凡家有后了 近期必有喜事阴门 神了 真是神了 对了 楚兄弟还让我多做膳食 喂 小王 老大 有什么吩咐 把我海外资产全部抛售 然后去捐助建造学校和敬老院 立刻 马上 是 像楚兄弟这样的神人 日后一定要多多与他交往啊 你说什么 用茶水伤人 这可是连内境高手也做不到的 师父 弟子亲眼所见 千真万确 若真是如此 对方对于真器的运用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想不到江城古武界竟有这等人物 为师已滞固在武图境巅峰多年 若是能有机缘向他讨教几招 说不定会有新的突破 来来来 走一个 今晚不醉不归 这帮家伙真是一群土鞭 居然拉我来吃大排档 各位 这次多亏了你们 才把那姓楚的名声搞臭 我陈俊宇敬各位一杯 陈少 只要钱到位 这种小事 我们江城六鄂 分分钟帮你搞定 谁这么没眼色 正喝到高兴的时候打电话 我擦嘞 赵哥 喂 赵哥 喂 赵哥 你有什么吩咐 你小子不想红了是吧 竟敢找楚衣楚大师的麻烦 洪老大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我 洪老大 我 我只是拿钱替人办事 别的一概不知啊 赵哥 你一定要救救我 哼 楚大师可是洪老大的座上宾 要是他愿意放你们一骂 或许还有生路 否则 你们就等着被丢进江里喂鱼吧 阿强回来了 接着喝呀 姓陈的 老子被你小子太惨了 好了 还吃什么吃 阿强 兄弟们都没有喝净净就走 不合适吧 闭嘴 不用你教我做事 以前小混混也敢给我甩脸子 真是岂有此理 先生 您还没结账呢 一共消费一万八 等着 我钱包呢 看着人模狗样 居然是个吃霸王餐的 给我留下来刷完抵战 放我们进去 快放我们进去 人命关天啊 这群沙马特怎么又来了 是楚歌 楚歌来了 楚歌 您可来了 我们是来请罪的 请罪 你们何罪是有啊 之前造谣您去夜店私混 我也是被陈俊宇骗了 您大人有大量 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以后您就是我亲哥 还请帮忙给洪老大求个情 饶了兄弟们吧 我们知错了 我就知道 楚老弟的人品没问题 陈俊宇这家伙 竟然造谣凭空乌人清白 实在太过分了 这帮混蛋 拿了老子的钱 居然还敢出卖我 大家都在啊 楚衣 谣言终于澄清了 恭喜你喜托冤屈 哼 话可别说太早 我看你是买通了混混 自导自演吧 周姐多虑了 这种卑鄙的事 也只有某些缺德的人 才做得出来 楚衣 你才缺德 我又没指名道姓 你激动什么 这就对号入座了 你 这里是办公室 不要大吵大闹影响工作 从刚才开始 总有一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难道今天有什么事要发生 六月九号 想起来了 前世的今天有个女孩跳楼 还被栽赃到我的头上 楚衣 你不去上课 待在这里干什么 秦燃 我有急事先走一步 喂 我就一定要为家族牺牲 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吗 与其如此 还不如现在就解脱 停 不要再继续了 你是谁 别紧张 我是这里的员工 你可以叫我楚衣 员工 那就是没关系了 还请你不要阻挠我的决定 你冷静点 你还这么年轻 有大好人生在等着你 我的大好人生 在昨天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女孩 明明是上诞凤凰命格 为何会落到如此下场 这个女孩 明明是上诞凤凰命格 为何会落到如此下场 谢谢你 厨艺 最后有人能陪着我 我很开心 永别了 等等 你乃是天命之女 不应该就此终结啊 你说什么 我说你七云中天 今日遭遇 不过是一时蒙尘而已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只消过了今晚 你便知真假 如果明天事情还无转机 你再跳 我绝不拦你 没错 你连死都不怕 难道还怕再等一天吗 他怎么也来了 再等一天 真的会有转机吗 哪里来的风 不好 先迟住 主 主意 主意 准备好 我送你上去 主意 你 院长 我刚救了人 你还要打我 谁让你是个色狼 还有你 洛洛 跟我来办公室一趟 你看到了吗 主意出去一趟 脸上多了一个巴掌印 看到了 刚才我可是看到秦院长跟在他后面 不会发生了什么事吧 主意 你可以啊 林院长也不放过 你们一天天想什么呢 我是去救人 他急了 他急了 秦院长也挺不错的嘛 不知 他那种臭脾气 我看肯定要当一辈子的圣 圣 圣节的女人 根本没男人能够配上她 院长大驾光临 有什么事吗 刚才经过开会研究 决定将洛洛转到你的班上 由你负责她的人身安全 要是她再有什么事 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这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主意 院长都走远了 就不能看看你眼前的美女吗 咳咳咳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今天新转来的洛洛 大家好 以后请多多观众哦 哇 好漂亮的小姐姐 嗯 这也太可爱了吧 今天竟然没堵车 七点就到了 我去 这帮家伙怎么比我还早 突然转型了 虎兰 给我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 从前是我们部队 今后要努力学习 我身为班长更要以身作则 信你们个鬼 大家早啊 等你好久了 女士终于来了 露露 您已经迟到了 门口罚站 人家是出饭 这一次就算了嘛 好吧 下部为例 咦 今天怎么没见到陈俊宇 她呀 因为之前孤流氓污蔑你的事被揭穿 她没练带下去 已经离职了 总部刚调了另一个人来 哈喽 艾薇波利 我就是新来的T恤 叫他你 或者高德上 都可以 呃 仿佛又看到了一个陈俊宇 呦 你就是楚义吧 我听说你在江城学院狂得很啊 咱们以后可以好好相处 第一次见面就行如此大礼 你也太客气了 臭小子 敢占我便宜 第一次见面就行如此大礼 你也太客气了 臭小子 敢占便宜 老板 来根油条 好嘞 最近感觉修炼到了瓶颈 距离大午时 只差一层窗户纸了 啊 这 居然吃了一口油条 就突破了 老板 你这油条 我全都要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突破一个层级 喂 楚义 我 我这边出事了 啊 什么事 严重吗 我刚才过马路 一辆大货车迟迟超过冲过来 快要撞上我时 我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推开了 只受了一点轻伤 然后 然后你给我的吊坠就碎了 哦 没事就好 你先回家 回头我再送你一个吊坠 无顾遭遇这种血光之灾 必然是有人从中作狗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动我的人 这位先生 家主和大小姐正在见几位重要的客人 若是拜访 还请稍等片刻 我叫楚义 是王林的老师 麻烦您通传一声 哦 原来是楚先生 大小姐吩咐过 您来了可以直接进去 快请 多谢 楚先生 感谢您来看望灵儿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专门请来的古天使和他的同门 王叔 这位不是你自己找的风水师吧 也太寒酸了 徐其白 你说话注意点 小徐啊 这位是楚先生 是灵儿的老师 原来就是个穷儿书生啊 不好意思啊 楚义 因为最近家里诸事不顺 我爸才把这群人请回家的 没事的 这老头倒是有些修为 只不过境界太低 堪堪武徒而已 王先生 贫道刚才观察了一番 想必 你家最近不太贫的根源 就是这幅画 画 天使所言不虚 这幅画看似普通 实则充满引起和煞气 是啊 蒙虎下山非死即残 摆了这么久 这股煞气 恐怕已经积聚在你家人身上多日了 敢问古天使 此事当如何破解 煞气可结亦可解 老夫倒有义法 只是不知王总是否舍的 大师您快说 要多少钱都可以 想要破解煞气 不用钱 但需要将您的爱女 嫁给徐其白 什么 只要贫道将煞气 引入令爱体内 再由纯阳肢体的徐其白化解 便可保全你全家无忧 我还以为你们有什么本事 原来满嘴就只有胡言乱语呢 臭小子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对古天使指手画脚 徐少莫慌 这位小友未曾入门 不相信也情有可原 不过 有些东西 还是需要心存敬畏 那我倒想看看 你们有什么可让我敬畏的 就凭你 也被见识天使的手段 王总 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将天使请来 如今任有一个废物侮辱天使 这便是你的代客之道嘛 已经九十九次累劫 终于走到这步了 只要再度过这最后一次 回到了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